《極經故事大國九三 吾起 無沫 喪不淋》 《大國九三 鬧 鬧 鬧 是坎佛樹幹向東的位置拿到木材 鬧 木材可以高高的土丘引伸彎曲 脆弱 鬧 地面下陷 引伸危險 意思就是用彎曲脆弱的木材做動糧是很危險的 戰國時期老國名章吾起的故事可以解釋這隻鵬的鵬耳 吾起 前四四零年到前三百一年 衛國左侍人 山東省 並桃縣 有一個港塊山東省 曹縣東北 左侍 雙古雲集 號稱百金之一 吾起 爸爸經商有道 加累千金 死了之後 為母子留下了恩實的家業 吾起 成為富二代 喜歡恆合仗義 變得身好武功 但因為接濟江湖中人 散盡家財 東周列國字作者 馮夢龍記載 吾起 以激劍無賴 為武所責 十八歲的時候 拜別母親 浪跡天崖 現今流傳吾起的故事 指意是來自司馬遷 《史記》裏面的孫子吾起列傳 是孫母 孫斌 吾起 三個兵法家的合傳 以下是孫子吾起列傳的白話翻譯和補充 吾起善以用兵 奉是老國國軍的時候 齊國軍隊攻打老國 老軍想任用吾起做將軍 吾起的妻子是齊國人 老軍懷疑他是忠誠 吾起一心想成名 殺了妻子 表明不會親父齊國 老軍任命他擔任將軍 將齊軍打得大敗 老國有人詆毀吾起 他這樣說 吾起這個人 性格差而殘忍 他年輕的時候 家裡積累足有千金 在外面求官 但都沒有結果 將家產當盡 同鄉農理就笑他 他就殺了三十幾個笑他自己的人 然後在衛國東門逃走了 吾起跟母親決別那陣 狠狠地咬自己的手臂這樣說 吾起不做卿相 絕對不會回衛國 韓非子記載 吾起習慣軍令如山 吾起將師姐的帶 拿給妻子 叫他愚法職作 女妻子職書的帶 比樣本更好 吾起就說妻子自作主張 終於休棄了 有齊之後 吾起離開了衛國 沒有提及他殺了三十人 吾起到了老國 拜真身為師 學習漁術 真身是真心的第二個兒子 前412年齊宣公發兵攻打老國舉縣 即山東省日照市舉縣和安陽 老目公上任吾起違章 吾起妻子是齊國人 老目公懷疑他的忠誠 吾起渴望成就功名殺了妻子 表示吾偏向齊國 用來謀求將軍職位 吾起殺妻求相 即得史記載 老目公任命吾起違章軍 對抗齊軍 和齊國交戰時 吾起媽媽病世 去母法子奔喪 真身認為不孝 短絕司徒關係 唐對斯人白居易創將五言古詩 慈烏夜啼 其中四句 直斥吾起禽了不如 識有吾起者 武末喪不臨 謝哉司徒背 其心不如禽 吾起垂得勝利之後 引起老國群臣非矣 有人勸姦老目公這樣說 老國是一個小國家 一旦有戰勝國的明星 會招致各國攻打 老國和衛國的兄弟之邦 軍上中了吾起 等於拋去衛國 老目公對吾起產生懷疑 扁去他的官職 吾起的主公季孫氏 都因為鞋擠下被殺 經過人血說之後 吾起離開老國投奔魏國 吾起聽聞 魏文侯是很嚴明的 就去投靠他 魏文侯任命吾起爲將軍 輔助洛陽 攻打中山國 吾起和最下等士兵 穿一樣的衣服 食一樣的食物 睡覺不鋪戰獄 行軍吾成鞠騎馬 親自背負捆摘好的糧食 和士兵同金共苦 士兵生了惡性獨倉 吾起和他們吸絕農疫 吾起打仗一陣 都能令士兵誓死相隨 前409年魏文侯任命吾起抗拒秦國和韓國 河西地區是韓、魏、秦、三國交界戰略要地 吾起在河西之戰和秦軍作戰期間 夜晚睡在吾家平正的田坑上 還需要遮蓋身體來躲避雙路侵襲 秦軍退到落水 沿河收捉防禦攻勢 捉全城即是陝西省 紅城縣東南 加以防守 魏國全部佔有原本屬於秦國的河西地區 撤入西河郡 由吾起擔任首任的郡守 收捉吾成 即是山西省 孝義市西南 吾起向指下學習儒家思想 改革魏國的兵制 創立武卒制 武卒是有全部青銅甲袖的裝甲兵 防衛和攻擊力都很強 能夠以示要性多 秦國有個光廷靠近魏國境內 這個光廷大魏國農民造成很大的危害 但又不值得徵調部隊去攻打 吾起在北門外放了一匹車員 下令這樣說 哪個人就將車員搬到南門之外 想設上等田地 上等住宅 起初沒有人去搬 最終有一個人將車員搬到南門 吾起就按照命令行上 沒多久吾起在東門放了一石紅豆 下令這樣說 哪個人就將紅豆搬到西門 想設就像之前一樣 厄勝都爭著去搬 最後吾起下令 明日要攻打光廷 能夠衝鋒陷陣的 任命去做大夫 想設上等田地和住宅 厄勝都真先恐後參戰 一個早上就攻佔了光廷 吾起主張根據不同國家 不同地理條件 政治狀況 人民習俗 經濟實力 軍隊質素 和軍陣陣法等等 制定不同的軍事策略 針對六國不同的特點 制定不同的作戰狀針和戰法 吾止兵法記載 吾起登任西河郡守期間 率兵南征不戰 為魏國奪取土地千里 和諸河軍隊大戰了76次 大勝六十四次 其餘都是不分勝負 魏謀死了之後 吾起奉是他的兒子魏母侯 魏母侯搭船在黃河順流而下 傳到官徒 他回頭和吾起這樣說 山川禁險要撞美 是一日邊防堅固 大臣黃瘡在旁邊附和 這就是魏國強大原因 再修明政治 魏國就具備稱霸天下條件 吾起和藏觸說 軍後說的話 是亡國論調 你又來附和就更加危險了 魏母好生這樣說 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吾起就回答 河山險固是不依賴的 霸業從來都不因河山險固而產生 政權穩固在被百姓施以恩德 如果不施以恩德 和打樹的人都會變成你的仇敵 誠語 周中敵國由此而來 魏謀聽完之後回答 你講得很好 吾起擔任西河郡守期間 威信很高 魏謀繼位之後 向吾起詢問 國軍貴慧之後第一年 為何就是元年呢 吾起這樣回答 元年就是國軍日行事謹慎 端正自身 是軍主繼位後第一年一定要做的大事 魏謀處理正事得當 大臣也比不上去 他退朝的時候面有起色 吾起就想要跟他這樣說 楚莊或大臣也比不上去 但他就怕國家會滅亡 心感憂慮 但你很因為這樣而高興 魏謀後退了幾步 拱手吾起拜了兩次後跟他說 是上天派你來改正我去過錯的 魏國國信一跡空決 很多人都認為吾起能夠順利當選 魏謀最終任命田文 即萬常軍為國殤 吾起不服 田文分析形勢 國軍更年輕 國家疑慮不安 大臣不親父 百姓不信任 這個時候是將正事交託給你 還是交託給我呢 吾起自知朝野無憑 在趙國方面的確不及得田文 吾起放棄做上個想法 專注軍事主張兵不在多 而建立一支平時首例法 戰時有威勢 前進那陣銳不可擋 後退那陣速不可抓的軍隊 要選無良才 還用勇士和志在殺敵立功的人 為他們家觀盡著 厚待他們家人 令他們作為軍隊的骨幹 前306年 藝武後按照吾起的建議 在廟台宴請士大夫 直接設三排座位 踏上等工的人坐前排 用上等酒席和貴重餐具 次等工的坐在中排 酒席和貴重餐具 都比上等工差些 無工的人坐在後排 只有酒席和貴重餐具 演繹後 在廟台門外 按工奴大勢 賞賜有工人養父母和妻子 死難仗士家屬 每年派使者慰問 加以撫甦 前309年 巡迷工出兵50萬 攻打魏國陰盡 即陝西沙麻陰市東南 魏國數以萬計士卒 不等官力命令 自動穿在規格準備抗敵 吳喜親自率領其中 沒有留過軍工的5萬人 外加戰車500兩 騎兵3000 大敗秦軍 視為陰盡之戰 遍文寫後 公宿座出任國相 娶了魏國女兒 公宿座怕吳喜會奪位 公宿座親信王挫 不斷在魏母后面前進蠶宴 魏母后派人召會吳喜 吳喜 吳喜怕朝來災禍 離開魏國 逃到楚國 楚道宏欣聽說吳喜言能 任命他為國相 吳喜拜相後 大都闊苦改革 史法明確 宇法辦事 令出必行 淘汰永遠 致力加強軍事力量 撫養戰士 停止王族案例供給 王族都想除去吳喜 吳喜變化後 楚國國力強大 向南平定八月 向不吞定陳國和蔡國 打退韓 趙毅三國進攻 向西討伐秦國 楚國強大 諸俠國國感到憂慮 前三百一年楚道王去世 楚國貴族發動兵變推翻吳喜 吳喜走在楚道王停屍的地方 伏在屍體上面 大聲地叫 群臣叛亂謀害我王 吳喜被亂戰射死 楚道王的屍體亦眾戰無數 楚道王安葬之後 下次職位是為楚叔王 楚國法律規定傷害軍王屍體 會被諸三族 楚叔王明明另找 將射中楚道王屍體的人全部處死 被滅逐的七十幾家 楊成軍一日參與這件事逃兵出國 封地被沒收 吳喜的屍身被處於拘裂肢解 吳喜死了之後 在楚國變法宣告失敗 太史公說 社會上清道軍旅戰法的人 無不清道孫子十三篇和吳喜的兵法 這兩部書社會上流傳好說 所以我就不介意論述了 此是平類的新平行事所涉及的情況 俗語有講 能夠做的未必能夠講 能夠講的未必能夠做 尊敗算益唐古的軍事行動是英明的 但他就不能預先避免越足的好刑 吳喜向危母流港 憑着地理形勢的險要 不如給人民施以恩德的道理 但一度楚國執政 突然急於求成 黑暴小恩葬送生命實在可探 吳喜在魏楚兩國軍事內政方面的成就 在戰國時期起到深遠影響 當日用計令吳喜離開魏國的公宣作 背不知戰學勝之後 主要將戰功養給吳喜的後人 說獲勝的原因是受吳喜的餘教 和吳喜同為衛國人的商鞅受到吳喜影響 商鞅變化 綁合吳喜的措施 設施木立信和擇五連坐法 擇五是秦國戶籍制度 全國每五戶編成一五 十戶編成一擇 按書藝文治兵家權謀論書中 記者吳喜鞅有吳喜四十八篇 現存吳喜兵法只有六篇 包括 頭國、妙敵、治兵、論將、應變、例是 吳喜鞅有吳喜兵法 在軍事紀錄上有貢獻 後人將孫武、吳喜並稱為孫吳 唐叔忠時將吳喜等歷史上十個武功搓著的名章 供奉在武城皇廟裏 即是武廟十字 宋斐中追尊吳喜為廣宗八 位列宋武廟七十二象之一 司馬遷著史記 將孫武和吳喜合納在孫子吳喜列傳裏 現代學者馬菲伯著的巡集史 將李妮和吳喜合納於列傳裏 吳喜縣位於陝西省延安市西北部 西北倫定邊縣、東南折志丹縣 東北倫定邊縣、西南倫甘肅省華前縣 相傳戰國名將吳喜曾在這裏駐兵樹邊 1819年清庭在定邊縣首次設立吳喜鎮 1935年10月19日 部習東率領中央鴻軍和閃北鴻軍 在吳喜鎮匯師結出長征 1942年設立吳喜縣 後來改名為吳祺縣 2005年10月19日 鴻軍勝利匯師七十周年 正式改名為吳喜縣 素贏安市管轄 吳喜縣境內設立吳喜廣場 廣場中心輸入吳喜的雕像 起台鎮位於河南省雙丘市 托成怨境內 相傳吳喜鬚兵東征討伐齊國 在這裏安營拆寨 捉起高台點葬練兵 兩軍交戰在職 吳喜忽然間知道 老母病故悲痛萬分 吳喜以國家為重 鬚兵出戰大獲全勝 第一次 一旦 一旦 二旦